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鲜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343集凡人 王林与红蝶的一战之后,曾牛这个名字的声望更大 他所使用的法宝,被在战场之外的那些修真国使者看到,暗自铭记 并且回到各自修真国后,流传了出去 无论是进番,宝剑,射神车 一时之间顿时成为了整个朱雀星绝大部分修士议论的焦点 曾牛这个名字,已经被誉为了朱雀星鹰变七下第一人 同时,朱雀山上传下声音 红蝶将会闭关百年以上,参悟鹰变的突破 对于此事,没有人去怀疑什么 毕竟红蝶一战中有所领悟,闭关是必然之事 只是,在这一系列事情慢慢过去之后,曾牛却失踪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只是知晓这曾牛啊,是在去往朱雀山复命的途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此事顿时掀起巨大风波 朱雀山之上,拥有朱雀称号的老者 从短暂的闭关之中走出 他遥望朱雀大陆极北之处 三天前,在那里,传来了先例碰撞的波动 显然那,这两个应变期修士正在以先例斗法所致 除此之外,他还感受到了巨魔族的天赋神通之术 朱雀修为虽高,但却并非神人 可以提前知晓一切事情 这是,以朱雀国的庞大交错复杂的脉络查询之下 他知道了此次曾牛之事 乃血玉国所为,巨魔族参与 但对于另一个应变修士的身份,他却查询不到 另外,他神识覆盖之下 居然只能略有所查王林的踪迹 却是无法准确地找到 这一点,让他有些惊议 他断定,这王林定是受伤极重 导致原神崩溃 所以他才无法准确地寻找到其所在之处 不过,王林在他眼中只是柳梅的一个颅底 既重要,也不重要 柳梅去朱雀大陆北方 王林就在那里 老者给柳梅传下一道传讯,便再次闭关 血玉国此番行为,逆了他的意 日后定有威竭 柳梅的身姿从朱雀山上飘然而下 带着一丝绝美的惊鸿,化作一道流光向着朱雀大陆北部飘动而去 此刻,在这朱雀山一座崖壁上 一个全身笼罩红纱的女子 睁睁地望着远方 他双眼空洞,没有任何生机 在他的脚下开着一朵鲜艳的红色的小花 山峰一动,花朵微颤,好似随时可以凋落 这时,他却充满了坚韧,挣扎着开放 前锋的身影出现在红纱女子身后 右手一弹,女子脚下的花朵立刻崩溃,化作飞灰消散 绝情,我知道你还有一丝元神隐藏了起来 不过,在我前锋手中,绝不会出现第二个子心的 前锋的右手在红纱女子脸上拍了拍,协议的一笑 一个月后,朱雀大陆北部,一处山村内 一个身穿粗布挂子的青年坐在村口的大石上 他脸上充满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 看起来奇丑无比,双眼黯淡无光 他望着远方,双眼没有任何焦点 只有一片没落与茫然 村口处,陆续有村民来往而过 每一个村民都在路过青年身边时 脸上露出厌恶之色,从他身边绕过 对这一切,青年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远处发呆 时间不长,一个穿着碎花布料的上衣 白色绣着大红花衣裤的少女,走了过来 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条好似牛犊子般大小的土狗 少女只有十四五岁,小脸白净,眼睛很大 丑雅巴,我爹让我叫你回去吃饭 少女在青年三丈外喊了一声 青年转过头,看了少女意,站起身子 也许是坐的时间长了 她双腿有些酸麻,站起时险些摔倒 引得少女立刻笑了起来 雅巴,快点吧,我都饿了 少女转身,向村内走去 她身边的那条土狗立刻跟上 跑在前面,好似开刀一般 青年默默地跟在后面 望着四周的村舍 眼中没落之色更浓 村子内,一座梨巴边的院子内 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小桌旁 他穿着朴素,蓝色长衫被洗得有些泛白 在院子的地上铺着一些草药 阵阵药香被风一吹,立刻散开 少女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 坐在男子身边,娇声道 爹,我把哑巴叫回来了 男子眉头一皱,瞪了女儿一眼,喝道 没大没小,叫叔叔啊 少女伸了伸舌头,没有说话 而是跑进屋里,帮他娘拿饭菜 男子站起身子,望着青年歉意地说道 小哥呀,你别介意,耳牙这孩子也惯了 来,我给你看看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青年点了点头,坐在男子旁边 伸出右臂,只见他整只右臂极为干瘦 好似皮包骨一般 男子把手按在旗上,闭目沉思 少请他眼露喜色,说道 小哥呀,你伤势恢复得很好 我再给你配几次药,好好自补身子 就没事了 青年沉默,点了点头 中年男子看到对方这个样子,暗叹一声 眼前之人呢,是他一个月前去山里采药时遇到的 当时此人依然处于冰死的边缘 他本着医者父母心的想法,把此人扛回了家里 久治起来 此人伤势极重 五脏一味,还有多处破损 他没把握救活,只能尽天命 但此人身体极为奇妙 居然在十天后自己好转,并且苏醒过来 只是此人苏醒后却是不会说话 是个哑巴 这时啊,一个妇人从房间内走出 少女跟在他身后 二人端着一些饭菜,放在了桌子上 娘,我不和哑巴一起吃 他长得那么丑,我吃不下去 少女撅着嘴说道 你 中年男子眼睛一瞪 夫人连忙拦下 给少女的碗里夹了些菜 说道 二丫,去房里吃吧 少女撅着嘴,正要说话 这时啊,青年拿着饭碗颤抖着手臂 站起身子,走出了院子 在外面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 蒸蒸地望着手里的饭,沉默不语 他,正是此刻修真界所有人都不知道在何处的王林 曾经如日中天的他,此刻烙得如此下场 这一切都是拜巨魔族与血玉国所赐 王林右手颤抖,把碗放下,嘴角露出一丝苦涩 他的元神在一个月前崩溃了 只不过这崩溃并非消失 而是化作碎片,残存在身体内 随着时间的度过,这些残存的碎片正慢慢的消散 他的肉身受伤极重 只是阴差阳错之下 元神崩溃产生的一丝灵力 把他的身子修补了一遍 这才有了好转 只是,现在的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灵力 成为了一个凡人 而且连拿碗都有些无力 没有了神通之术 此刻即便是一个凡人 也可以一拳之下把他打倒在地 甚至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元神崩溃 居然连带着远在楚国的本尊 也受到了牵连 陷入沉睡之中,无法苏醒 这对于王林来说就是噩耗 若是本尊并未沉睡 倒还可以过来接他 有本尊在 寻找一处灵力充足之地 重新吐纳 还有恢复的一日 可现在这一切却成为了泡影 他并非哑巴 只是不愿说话 脸上的茶汁意境痕迹 使得他整个人奇丑无比 令人妄知心惊 在这山村一个月来 除了那中年男子夫妇之外 再无人对他有过关切之余 没有了灵力 除无带自然无法打开 现在的他 依然彻底的成为了一个凡人 许久之后 王林轻叹 把碗里的饭挤口之下 九年后 往而就会再次遇到轮回天道 九年 王林咽下口中的饭 眼中露出一丝坚定 这一个月来 他始终都在思考 如何能让自己的修为恢复 只要封印与意境破解 这一切自然通达 可如何破解 王林却是迷茫 深夜 王林躺在院子内的柴房 渐渐睡下 他现在身体极为虚弱 没有半点力气 第二天一早 中年男子背着药筐 请了几个猎人去山里采药 王林睁开双眼 潘息坐在柴房默默地打坐 少请 他暗叹 体内没有半点灵力 根本就无法吐纳 除非是在一处 灵力极为浓郁之地 强行吐纳 才有可能在体内生成一丝 他苦涩摇头 走出了柴房 身子依旧虚弱 就在这时 那少女也从房间走出 看到王林后 撅着嘴巴说道 丑雅巴 你都住了一个月了 什么时候走啊 我家又不是善堂 哪有那么多白饭给你吃啊 二鸭 你爹和你说了多少次 要叫叔叔 少妇从房间走出 训道 少女不满地哼了一声 说道 哼 修采 跟我走 他说着 向着院门走去 那条土狗 蹭的一下 从院子的角落内冲出 摇着尾巴 跟在少女身后 少妇的目光在汪林身上一扫而过 歉意地说道 啊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介意 他爹上山采药 说你身子虚需要补一补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 什么时候身子恢复了 再走不迟 转眼间呢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 在中年男子的药堂下 王林的身子慢慢有了一些力气 这一日深夜 王林走出柴房 看了中年男子所在的居所一眼 记在心里 转身走出了院子 他要离开了 半个月 王林积累了一些干粮 包了起来 背在身上 在月色的陪伴下 走出了村子 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五百年前 自己没有被恒月派选中 也是在一个深夜 悄悄地离家出走 结果这一走 命运展开 便是五百年 他轻叹一声 向着远处走去 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当初被那传颂阵传颂而来 根本就来不及知晓自己所在之地 此刻他只想找到一处灵脉所在 使得自己可以在灵脉的滋养下 拥有一丝灵力 从而想办法破解意境与封印 深夜寒风袭来 王林身子不由的一颤 他苦涩地想到 自己已经有多少年 没有这种真正的烦人的感觉了 即便是当年化烦之时 也比至现在要好上无数倍 一路上 王林每走一段路程便会气喘吁吁 坐下休息 速度自然极慢 七天后 他依然还是走在官道之上 他虽说灵力全无 但感受却在 这一路上 他遇到了一些拥有灵力之处 可惜啊 这些地方无论他如何吐呢 体内还是无法产生半点灵力 或许 只有在此地的一些修真门派的山门 才可以找到灵力浓郁之处吧 王林苦涩地想到 这是修真门派 以他现在的身体如何能静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力》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尽在喜马拉雅